谁可以救救这个孩子 13岁的小林在教室里醒来 他的手上拿着一把刀 刀尖正好指向了被碎尸的班主任 而正常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被吓一跳 但小林却一点都不怕 反而觉得好有趣 等警察赶来后 小林理所当然被警察当成了最大嫌疑人 但是少年侦探明智 就下令放他回去 因为未满14岁的他也没办法拘留 这件新闻被警察压了下来 所以小林正常上学 可他对上学并不感兴趣 反而满脑子都是班主任死亡的画面 为此 他找到了明智的家中 明智是政府认定的天才少年 可以不用上学 协助警察办理案件 他不关注案件原委 只将案件当作谜题游戏来玩 小林早已对这个世界感到厌倦 频繁的生活让他感到异常的恐虚 认为身边的人都是无聊透顶 班主任的死亡 只是打开了小林对这个世界的期待罢了 小林深信想要成为他的助手 于是明智给了他一个条件 找出这次的犯人 小林思索犯人的动机 是想要自己做替罪羊 而且这个人一定是和他和班主任都认识的 相机的艺术展品 他认为现在不需要做任何调查 因为犯人一定会为了暂时自己的作品 而按捺不住跳出来 果然如他们所预料的 一周后 贾和美警察受到匿名举报 他们在班主任的老家仓库里 找到大量尸体 其中很多凶器上都占有小林的指纹 接下小林是必须被逮捕了 作为杀人犯 以及班主任的共犯 见凶手嫌疑人 接着 这支犯人自己在网上曝光了两起案件 连警察都压不住这次的新闻 而曝光的内容就是 那已死的班主任竟也是一个变态杀人犯 他家中的那些尸体都被他分界防腹 然后做成了人体椅子 在警察局的小林 缓缓讲出了自己在班主任死亡前一晚 被约到了教室 但是等他到了的时候 班主任就已经死了 而凶手也将他迷云 最后完成了栽赃计划 小林因为没有被台捕而感到惊慌 把他慢慢的梳理了整个案件的细节 这些受害者如此之多 却从未出现关于班主任的任何负面信息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被害者们跟班主任有着超越常怜的感情 他们是自愿被班主任杀害 其原因便是这样做 就能跟班主任永远在一起 为了找出凶手 小林进去之前拜托好基友语才 去做了一件事 他按照指示 将一把手机给藏在讲台上 老谎称执的班主任的手机 不管真假 这都会加剧真凶的恐慌 而不惜冒险 去查探从而暴露 范能竟是学生心也 他跟班主任是练能关系 拿班主任却移情别人到了小林身上 导致他不能被坐成椅子 跟班主任永远在一起 所以星也在班主任约小林见面的这一天 他杀害了班主任病假 会给了情敌 星也承认自己憎恨小林 案件解决了 小林路愿以偿成为了明智的助手 他高兴万分 终于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的了 而这个月 已经有九名少女失踪了 这是一起连聚少女误拐事件 警察家汉们认为 是喜欢头戴纸袋的影蓝在作案 外号编装达伦 现世稀少的怪盗 且此人是个罗地控 明智对这个案件不感兴趣 然而小林却很感兴趣 当他决定私下调查时 尹兰却找上了门 尹兰称少女是他心目中的神明 所以不可能诱拐少女 甚至他也在追查诱拐犯 因为他守护的少女性子也一色失踪 性质是个不幸又善良开朗的女孩 身患重病 却不让父亲担心 每天能笑脸相对所有人 他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学校里 父亲没钱给他做手术 甚至因为看到女儿 就会想到死去的妻子 并减少太妄 在性子绝望时 使尹兰拿出了钱帮助了他 他恢复了健康 也找到了尹兰 感谢他总是在生命期间 扮成各种模样的人 来陪他说话 还救了他 现在尹兰已经查到 少女们经常失踪的地点 是个漫画店 所以尹兰希望 由小林装扮成可爱少女 去漫画店做诱饿 果然 小林被真凶给诱拐走 也见到了犯人棉罐 尹兰通过GPS找到了小林 同时也发现了 被做成标本的少女们 其中就有他的性子 尹兰悲痛欲绝 抓住名罐 只问为什么要剥夺 性子活着的权利 随后警察赶到 逮捕了名罐 尹兰还累 藏入了人群离开 而天才侦探明智 之所以会不愿意 调查这起案件 是因为他只对 可能与恶事面相 有关的案件感兴趣 时隔三年 恶事面相再次显示 他是一个不断对 逃脱法律制裁的 恶人实施死刑的神秘人物 一周内 他已经杀了15人 警官无法确定 恶事面相本尊究竟是谁 其实任何人 只要戴上面具 都可以是恶事面相 都能去发泄 自己心中的不满 而他们却可以 冠冕堂皇地认为 自己是在为正义作战 这个叫恶事面相的凶手 很神秘 警察调查到还没有跟上 新的死者就已经出现了 很快 恶事面相又发布了 犯罪预告 将在12小时内 处理掉预告中的人 为了阻止恶事面相 明智带着小林等人 去找拥有特殊技能的 犯人黑蜥蜴 他是个大盗贼 但别看他被关押 其身后的势力 却不容小觑 通过黑蜥蜴的帮助 之前被抓的犯人棉罐 被扣上心里有问题的头衔 而无罪释放了 驱逐成为社会不公平的热点 但其实他不过是成为 调出恶事面相的诱饵 通过对恶事面相的视频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希望 让罪犯们都恐惧他 他想成为这个世道的正义者 所以在风头浪尖的棉罐 为了维护他的威严 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 果然兵官刚出来没多久 就被恶事面相给抓了 在他要行刑时 明知出现阻止了他 而明知也早已猜出了 恶事面相的这面目 是警官贾赫美 是恶事面相的魔防者 当初贾赫美刚刚成为警察的时候 一股热血 满脑子的正义 十分的卖力抓犯人 为此他也很有成就感 然而因为法律的漏洞 一个被他抓的犯人被无罪释放 不久后 这个犯人再次杀人 对此贾赫美感到了迷茫 不能将罪犯神之余法的他 又发现了很多同类的案件 在不断的累积 虽然不满 但他还是继续卖力干活 很快就得到了生殖 但不断有因为法律漏洞 而逍遥法外的罪犯出现 直到有一天 一个犯人为了报复贾赫美 杀了他相依为命的妹妹 十字 这一刻 贾赫美精神崩溃 他再也不相信法律 能够保护好人 于是化身成恶事面相 那个杀死他妹妹的凶手 被他遗产无人到的房时 折磨着 只为让他活着感受到无尽的痛苦 被抓捕的贾赫美 不觉得自己有错 还告诉明智 二十面相的信仰不会灭亡 因为抓了一个 还会有下一个 果然 当晚性死的父亲 就伪装成二十面相 杀死了棉冠 人人都可以是二十面相 但这样做 真的是对的吗 继贾赫美模仿二十面相之后 又陆续出现了 三名新的二十面相了 小林发现 明智总是对二十面相的案件 格外的积极 而明智总是对自己的过去 比口不提 这一切都让他很是好奇 这次 出现了第四个二十面相 预告的杀死对象 在帕洛拉玛岛上 这个岛上 是孤田集团打造的 成人主题公园 孤田集团是一个极限压榨员工 嬉闹员工 且不断造成员工过劳死 和自杀的现代版奴隶制企业 此次的死亡人员 正是集团脑总孤田和人剑 而人军是被压死和窒息死的 到了岛上 明智能真的勘察了现场 他发现导致人体模型 坍塌的原因是 罗斯有了劣质的材质 而负责罗斯质检的工作人员 千代子就是这次的凶手 原来不久前 千代子的好朋友雪子 因为过劳二死亡 千代子很悲痛地 希望孤田和人剑 向雪姿的家人道歉 千代子却因此 被二人盯上了自己的身体 他们以向雪姿的家人 赔离道歉为条件 让千代子签下了 出卖身体的协议 所以才有了这满屋子的 以千代子身体为模型的 人体模型 但是这些模型 成为了千代子痛苦的源头 所以才造就了这一场悲剧 为好友出生 却惨遭如此不公对待 明智被这个行为触动 经主动跟小林 还有宇才 讲述了自己的过往 在他还是学校的学生时 浪月是他唯一主动交谈的同龄人 因为高智商 而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了他 找到了智商对等的浪月 两人开始用自己的才智 共同研究 改变社会机制的方法 经过不断的演算 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机会蔓延至全世界的 邪恶假面怪人 诞生自黑暗星的象征的 一个具有人类形态的现象 其名为二十面相 将世界万物包含算尽公式 然后是都匆匆推理所有的可能性 以达到预知未来的能力 说同俗意懂的 就是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 可以通过计算方式来行动 从而变成全知全能 得出这个公式后 明智发现这个公式 有一个致命的错误 所以脱离了他 而浪月却越陷越深 浪月付诸了行动 这个公式选择自焚 自己造就的公式 害死了好朋友浪月 但随后又出现了 很多人模仿二十面相 这个都市传说不断扩大 只要戴上面具 你就是二十面相 就可以对那些法律 无法制裁的人 伸出正义之手 所以为了点碎这个公式 消灭二十面相 明智才不断地为之努力办案 浪月死前不断地完善 和发展那个公式 如果可以解析它 就能提前预测事件的发生 然后防患于未来呢 所以当我知己 是破解这公式的未知部分 小灵也以极大的兴趣 全身心地投入 这个公式的破解工作中 几点后 小灵一语惊醒猛中人 他指出明智一直以来 都将自己的行为 排除在公式之外 而浪月却往往是 十分注意着明智的行动 因此明智在加入 自己的行为因素以后 这个公式就被破解了 这下明智便能彻底 掌控二十面相的所有犯罪 为此来杜绝二十面相的诞生 可在破解的这一刻 二十面相的后记者 却打来了电话 他声称 二十面相存在于 世界的脚脚落落 在一周内 他将引发恐怖事件 这是一份后记者 对明智发起的挑战书 一直以来 因为明智的存在 但很多想要成为 二十面相的人 晚而却步 心存忌惮 这次后记者的挑战书 无疑是想要击溃明智 然后打消大家的疑虑 这样二十面相 就会群体崛起 每个人戴上面具 就会制裁不公 例如大学医院院长 明玉教授宗相 在他的晚会上 一个二十面相出现 共然揭露 他对连优患者的身体 非法手术的真相 最终导致对方身体 感染而得了绝症 这个二十面相 就是该患者之一的姐姐 他本在这场晚会的 食物里投入了感染物 但是提前被明智算出 所以更换了食物 虽然他没有得逞 但是真正的二十面相 却显示了 他就是个 本该死去的好友 朗月 朗月亮相后就要离开 他暗中绑架了小林 要告诉他以前的事情 朗月小时候 因为父母性格扭曲 所以过着痛苦的 被虐待生活 在学校也是同样的 被校园霸凌 直到后来 明智成为了他唯一的朋友 明智帮他打走那群坏学生 但是他的境遇 反而更加糟糕了 一天 全班人都是同伙 在朗月脸上吓得刀子 回到家 他的父母也不送他去医院 就连明智找到家来 父母也不浪见 当朗月在这去学校时 却听闻那群人要干掉明智 这一刻 将明智当成自己全部的朗月 决定要改变现在的处境 因为这个决心 朗月通过他们研究的暗黑型公式 用意外事故 除掉了父母 老师 同学 等一些霸凌的对象 最后这件事 没人追责 而后来明智发行公式漏洞 再继续推演下去 只会让两人中 一人死亡 所以退出了公式 远离了朗月 但朗月不愿放弃养林的结晶 继续努力着 现在他要用自己和小林 以及其他人的生命 来成就这个公式的最后一步 煽动对社会不满的市民的 盛大演出 那所有人都有机会当上 而是面向 在城市最大的时钟大楼上 站着一排自愿 为公式而献身的社会痛苦人士 他们在记者的报道下 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痛苦 随后就跳了下去 用死亡来做出反抗 那为发话 让明智只身前往见面 否则就让这些自愿者 五分钟跳一个 明智想去 可是一路上 记者以及当月的拥护者 都在阻挠他 五分钟跳一个 这个直播现场 掀起了社会轰动 所有弱者 社会不满者 都蠢蠢欲动 在影蓝和黑漆蜴的帮助下 明智赶到了大楼 可是小林却被浪月说服了 站在了她的那一边 愿意和浪月 一起作为人智 明智最后只能救出其中一个 这就是最后的选择 不管明智最后救了谁 在这记者的报道下 明智都会被社会所有人谴责 浪月和小林同时跳楼了 而明智竞选择抓住了浪月的手 一旁的小林很欣慰 因为这是她能想到的 让两人和好的办法 但竟只是想要浪月 知晓明智有多在乎她 生活的无趣才是她最大的不满 所以这次死亡也算是有意义的 可没想到好友雨才 竟然冲了出来 拉住了小林 这一刻对现实感知 极度稀薄的小林 紧流下了眼泪 原来活着也并不是那么无趣 朗朗月内边却主动放手 她想要完成这个公式 不想让明智讨厌自己 而公式的漏洞必然发生 他们之间注定要死一个 在这之后 浪月追随者依旧挪移不绝 二生命上开始成了一种免罪服 被那些挥舞正义大方的人们 肆意实施制裁 虽然肆意妄为 但却成为了对台面下 无数犯罪和暴行的威慑力量 而浪月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疑似还活着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当过二生命上的贾赫本 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虽然二生命上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 可大仇得报 却又能改变悲惨的发生吗 如果人人都活在仇恨中 一切都会变得虚无 唯有秩序 才能遏制住人性的阴暗 并且正义从来就没有个准确定论 就好比善与恶 好人与坏人 无限的复仇只会循环 不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法网灰灰 是我不肉 片名乱不其谈 看完这番后 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 正义不断的二世面相话题 是小林的一句 我对这个世界不抱有什么希望 也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但现在 却觉得 稍微有些有趣了 感谢观看